大家好,今天准备用高压锅来炖一个三文鱼汤盒 三文鱼豆腐汤,好久没有喝这个汤了 这个三文鱼是我因为疫情买回新鲜的鱼来 然后冷冻起来又解冻的 所以看起来鱼肉就有点松散 这就是冷冻之后没有办法的结果 这个鱼皮本身是带着鱼鳞的 我已经自己手动给它剥鳞,剥干净了 我剥的还是挺干净的,纯手工剥鳞 剥鳞的过程中也难免就会在扶着鱼肉的过程 把有些鱼肉给扣烂了 这是一盒软豆腐,也快到保质期了 需要赶快给它吃掉 这样就炖个汤一起吃掉好了 烤盘锅里有一点油 然后我把这个三文鱼已经切成小块了 给它煎一下 给煎一下,然后过会儿再放到我的高压锅里去炖 这个是我高压锅的内胆 我切了这一盒嫩脂豆腐进去 然后放上了我基本煎好的三文鱼小丁 这个葱是之前因为疫情期间冷冻起来的 其实能看出来都没有解冻 然后还挺硬邦邦的 这个葱炒菜应该是不怎么好吃的 所以我就用来炖汤 炖完汤直接把葱捡出去就可以了 我加了一些烧开的热水进去 然后就可以把我的Instant Pot这款高压锅 进锅里去煮了 我今天选了30分钟,让它多煲一会儿吧 要是煮烂了的话,豆腐什么就直接喝豆腐鱼汤就好了 煮烂了也没关系,松松软软的 我准备了一些西红柿,热水焯了一下 给去了皮,然后把它切碎 现在我的这个三文鱼豆腐汤已经煮好了 我把它拌进去焖一下 我把这个西红柿拌到了汤里面 其实都快已经煮碎了 西红柿久煮的话,维生素C就流失了 所以把它拌一下 加上这个汤本身在高压锅里面余温蛮高的 所以并不影响口感 如果想咸一点就再加点盐 但是我觉得三文鱼本身就带咸味了 所以我会直接喝这个糖 好美味啊